GO!JAPAN的各位,Darga Ho, Ode Hai, SCANDAL!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有趣的Post 幫個美魔,click個搶先看吧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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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20年的時候我已經成為了 所以我已經成為了10年間 全都在在這件事的Post 我已經成為了10年間 我已經成為了10年間 我已經成為了10年後 我已經成為了30年後 我已經成為了10年後 我當時我成為了10年後 我完全沒有想到10年後 我完全沒有想到10年後 我一直在10年後 我以前的事,是否能在一件事 我以前和我完全沒有想到 我本人想在這件事 因為我本人的太多的 世界雖然是一件事 我本人的思想在這件事 我本人想在這個 所以我不是瞭解 所以我本人的心記在這件事 完全沒有想到 在這件事 我一件事 我回到度這件事 就是想在這件事 我本人的思想在這件事 所以要做到的地方 走到以後的地方都可以做到的地方 我用到對於有所想的場合 可以做到新範圍的旅程 我就想成功的戰略 我只能在這裡 gentleman打他, 別人想可以均勻 我沒有什麼事 that happen, 但我會想不明 我怕得到一個活動, 如果是人生長在這個活動 開始的時候, 可怕在台灣 開始就是一生產品, 我會有一個企業 所以我都知道這件事是 因為我有故事 尤其是,我一直看不得了 基本上是很友好的 都是友人みたいなメンバー 但是,我一直看不得了 那一段時間就被保留的 那些是我一直要忘的 那些是很重要的 是我以充分的 你以後能不能辨计 嗯 富士急ハイランド 日本各地有遊園地 天馬パーク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富士急ハイランドは山梨県 多分日本で一番絶叫マシーンが多くて スリル満点な天馬パークだと思います 私とトモミーは富士急ハイランドすごく好きで でもアトラクションで爽快感を味わいたいときには 富士急ハイランドに行きます 絶叫好きな人は 私年明けに行くんですけど 今年は年明け行くけどこの間行くんだね お休み 本当に二人とも絶叫好きだから 大爆笑して追われるんですけど 割と絶叫マシンに乗って ナーバスになってる人たちもいたりするので 結構怖そうな 結構絶叫大好きっていう人も 是非楽しいです めちゃくちゃおすすめ どれかな?迷うな 声するユニバースとかオーバーとかは 年齢重ねなかったら書けなかったラブソングだなと思って 女性として大人になって 自分から出てくる歌詞に変わってきたことに 自分でも気付けたぐらい 大人になったから書けたラブソングだなっていうのと ガールズバンドでやるべき音楽みたいなものを 自分の中でずっと考えたときに 一つこれは自分の中で答えが欠けたかもしれないなと思った いい曲なので気に入ってるし自信があります